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螢幕可以摊開 也可以對折兩半 看起來又酷又閒進 這是三星摺疊手機GALAXY FOLD 原定四月底開賣的日程 被迫延後 只知道現在還沒問世 正當三星進度落後 最大競爭對手蘋果 機器直追 日前國外一名平面設計師 晒出了一組 iPhone X FOLD的 摺疊屏手機的概念設計圖 這概念設計展開後 像兩個並排的iPhone 蘋果摺疊螢幕 最新專利設計圖曝光 可能類似三星摺疊技的外觀 也可能是摺疊兩次 形成字母G的樣式 才只選擇玻璃或陶瓷 打造彎曲外殼 而過去看似沒有動作的SONY 也傳出正在開發 Xperia F5G智慧型手機 螢幕長寬比例21比18 其中F可能就代表FOLD摺疊 自2019年以來 關於摺疊屏手機的探討 也是越來越激烈 當手機的屏幕 從一塊變成兩塊 從6英寸變為12英寸的雙屏 這肯定是一種進步 摺疊手機的熱潮持續延燒 三星甚至把腦筋動到 讓手機可以彎曲成 有如手錶一樣 戴在手腕上隨身攜帶更便利 儘管目前都還在研發階段 也擋不住摺疊螢幕成為 未來3C電子產品的一大趨勢 就看消費者買不買單 下的新聞做不到